那一盏灯火是属于我 一个人的街头 没人在一起呐喊一起喝彩 那一种美满会属于我 两个人的温暖 会不会装出不一样的烟火 孤独曾经始终骄傲 岁月转眼淡熬 时光流转终于落单 偷偷转转才知道 平淡的陪伴最重要 我不愿错过你 我要我们在一起 穿越千万里 注定是你 和你携手不离不弃 陪你安满 老君 不是说好了去退手是吗 干嘛要带我来这个地方啊 你先喝点东西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少爷 你找的人我带来了 这个不就是那个首饰店的老板吗 你确定是他吗 就是他呀 老板 老板 之前不是说好一周之内无理由退货吗 您做商人的怎么能够不讲西用呢 这 这 该多少钱退多少钱 老板 来 还给你 谢谢啊 谢谢八哥 谢谢迎真大哥 开心了吧 开心 开心 我是开心了 那 你呢 不知道 姐姐找到了吗 不知道 我估计 她可能已经又离开上海了 我看啊 要不就算了 别找了 我觉得迟早有一天 你们一定会见面的 对吧 那我就请你吃饭吧 都好 欢迎光临 小姐慢走 这么急 谁啊 姐姐 我们先去吃饭 一会儿啊 我们再去首饰店 买两枚戒指 好 走 仲杰 我有话跟你说 我没话对你说 仲杰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董琪琪的手 真的是像我说的那个样子 她是假的 是骗你的 她其实跟正常人是一样的 零敏君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你这样说 琪琪她会很难受的 你知道吗 仲杰 没事的 反正我的手也就这样了 别人拿我的手开玩笑 我也不会在乎的 我的手好不了了 我也习惯被人说了 仲杰 我们还是别去了 反正去了 也一样被人笑话 董琪琪 你 琪琪 我陪你一块儿去 没有任何人可以笑你 你还我呢 我不会笑话你 那些无关紧要的人的话 不用听他的 走吧 颜值 你没事吧 没事 我有什么事啊 快点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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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臭丫头不简单哪 她居然去档案馆 查刘怀锦的档案 老爷 刘怀锦的档案 被我一把火烧了个干净 您还在担心什么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我担心有一天哪 她早晚会知道梅庄镇的秘密 爹地呢 平时不找她的时候 成天长在办公室里 这回来找她了 反倒不在了 可爱的 你把鞋打开 你会把鞋打开 不能让她被刺激 你的鞋打开 对 죠 呢 众杰 你听我给你解释 副局长 我今天一定要 你 爹地 众杰 真是 琪琪啊 你来得正好 众杰不知道听谁造的谣言 说你的手受伤 是骗他的 众杰 你是听谁说的 是不是林碧君说的 他在挑拨我们的关系 是不是挑拨关系 看一眼不就知道了吗 众杰 你干吗呀 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 你怕什么 怕我揭穿你吗 众杰 你听我说 不是你想象的这样 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那是怎么样 你知不知道 我每天看见你这只手 我心里面有多难过 众杰 我 我也只是因为太爱你了呀 好了 你别再说了 我恨你 而且我永远都不想见到你 让开 众杰 琪琪 众杰 琪琪 臭琪 琪琪 臭琪 你不要离开我 臭琪 琪琪 臭琪 臭琪啊 臭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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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杰 众杰 琪琪 琪琪 你醒醒 醒醒琪琪 爹 爹 爹 琪琪 你别害怕啊 看来 刚才你是做噩梦了 爹 琪琪 你 爹 我不是有心的 我不是有心的 爹 你说什么胡话了 真怕 众杰 我害怕 那仲杰怎么了 不就是档案室 失火的那件事吗 政局长现在都不管了 你说你还担心什么呀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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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杰会不会离开我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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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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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 乖乖乖乖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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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明白了 你说这个众杰 有什么好的呀 这林碧君哪 为他放火顶罪 你说你又为他 寻死觅活的 干什么呀这是 爹爹 档案馆失火那天 林碧君真的去了吗 去了 不去他怎么替他顶罪呀 林碧君去档案馆 难道他想查谁的档案 闺女啊 爹爹说你两句 别那么死心眼好不好啊 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咱们地面上有很多人家的 那子弟都非常喜欢你呀 你比方说啊 咱们商会会场的二儿子 那就非常喜欢你呀 还有宋大帅那个公子 他 好了好了 爹爹我知道了 我先走了啊 这搞的什么名堂啊这是 真是 钱中吉爱跟谁好就跟谁好 跟我有什么关系呀 真是我受奈门子气呀 娘 对不起 我把你的档案给弄丢了 娘 你要还活着就好了 你知道吗 我还有好多话想问你 好多事情都不明白 娘 觉得觉着活得好累呀 娘 娘 你这是又干嘛呀 你来干什么 道歉 你说什么 我不该在没有征求你意见之前 就给你买那么多戒指啊 明明你傻 你数学那么差 买那么多戒指 你根本数不过来啊 你 你能不能不要句句话都噎我 好了 我为了弥补 拿本书送给你吧 刚小算数教科书 钱中吉 这就是你送给我的礼物 你是不是要气死我啊 学好数学 学好数学 你的人生就会有很多意外收获 比如说这枚戒指 你喜欢吗 不喜欢 你干嘛 把手张开 不 我 我 好了 你别摘了 我握过你的手 我知道你手指的宽度 以后你如果想我了 就看看这枚戒指 知道吗 好了 我走了 我还有事情要办 再见 钱中吉 真是奇了怪了 握着我的手 就知道我的宽度啊 这我买小了吗 都摘不下来 钱中吉 你这算什么呀 你怎么就走了呢 钱中吉 忍呢 小剑 出什么事了 我要真出什么事啊 那一定是钱中吉搞的鬼 这个人 假设跟长了烽火轮似的 转眼就没影了 好了 钱少爷都走了 您去消消气吧 这一打岔我都忘了 董小姐刚刚打电话 还找您呢 他找我 什么事 他让我转告你说 晚上七点钟 去蓝蓝蓝蓝西餐厅 他还说 他这嘴里啊 永远吐不住象牙 你说吧 这说好了 他说 你如果不去的话 一定会后悔的 真是 这兵来将党 水来土野 谁怕谁啊 进去了 进去了 董奇奇 你找我 说吧 找我什么事啊 你就不想问我点什么吗 不管你想不想问我什么 我还是先给你谈谈当案馆的事吧 当案馆是火的那天晚上 你也在现场 你应该是想去查谁的档案吧 我 你到底想说什么 就直截了当地说吧 不用扰丸子了 你也不想一想 我是干什么的 我是谁的女儿 你想查档案的事 没有人比我更适合帮你了 我知道啊 我知道啊 你是记者 是警察局副局长的女儿 可是 那个档案馆已经被烧了 你还怎么帮我查刘怀锦 也就是我娘的档案呀 我自有办法 不过作为回报 有些不该说的话 我想你也应该忘了吧 哦 董琪琪原来是担心我 把她假装守残的秘密 告诉钱仲杰 为了查到娘的档案 我只能答应董琪琪了 你放心吧 我呢 什么都没有看到 那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你这戒指好漂亮啊 是不是仲杰送你的呀 你之前说你不要 看来你的身体 还挺常识的 不是 我是真不想要 她非得给我戴上 我戴上之后 就半天都摘不下来了 所以就勉强戴着呗 摘不下来呀 那我帮你摘呀 不就擦点肥皂水就行了吗 走 去洗手间 我帮你摘 那行吧 那 等会儿这个戒指摘下来 你就帮我把它还给钱仲杰 你就告诉她 这个戒指太贵了 我受不起 哦 对了 琪琪 关于那个档案的事情 还得拜托你多费心了 那走吧 去洗手间 哎 早爷 你喝茶 早爷 我已经派人去梅庄镇了 你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如果林毕军真和臭阿兔串通好的话 那他们又会通过谁联系呢 应该和他身边的人有联系 难道这百合水仙有问题 事关重大 不可不妨啊 这好吧 明天我就把他们给换了 这样做会打草惊蛇 不过 顶紧一点 我们一定要尽快查出谁是联系人 这要查出来 设计就好办了 还是老爷高明 现在你带着 好 到底会我 小姐 那一盏灯火 是属于我 一个人的街头 没人在 一起呐喊 一起喝彩 那一种美满 会属于我 两个人的冷冒 你会不会 种出不一样的烟火 孤独曾经是种椒 岁月转连到 你不会是 所有的戒指 都是买来送给我的吧 我不愿错过你 这个戒指已经拿掉了 我应该觉得高兴才是吧 可是为什么心里 反而觉得有一点露儿呢 难道这就是宿命吗 难道我这一辈子 就要跟钱仲杰 一生一世地牵扯在一起吗 水仙 小姐 你最近去哪儿了 担心死我了 我没事 你放心吧 怎么样 夫人的事有没有下落 没有 不过我告诉你 林绪要给我的全部线索 全都是一个大圈套 虽然我不知道 他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但是我敢确定 这个人已经不值得我喊他一声爹了 那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还没有 对了 水仙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家里又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 不寻常的事情有很多很多 二小姐实在是太疯了 她每天都在惹事情 这林府啊 没有一天是平静的 还有 还有什么 对了 小姐 你等我一下 我马上回来 手帕 嗯 您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 二小姐前一阵 偷偷跑进了夫人的房间 就拿出来了这个 然后就鬼鬼祟祟的 我趁她不注意的时候 把它透了出来 我仔细地观察过 这上面的血迹 干了以后是墨绿色的 我不知道 这跟老爷的阴谋有没有关系 墨绿色 好 水仙 你明天帮我找一个艺术好 而且口风比较严的医生 让她明天到孔家怒 三十二号那里找我 好的 小姐 好了 水仙 赶紧进屋吧 免得府里的人起义 那小姐多保重 好 正洁 琪琪 你来了 你怎么来了 你今天得了嘉奖 我当然要来庆祝了 琪琪 你看这边这么多人 知道了 我不难为你便是了 不过我的礼物 你可不能拒绝 礼物 什么礼物啊 给 我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琪琪 这个戒指怎么会在你这儿呢 仲杰 我不是故意买你的 这是林碧君他 碧君他又怎么了 昨天晚上 林碧君他约我见面 他说我勾引你 说我不要脸 还把这个戒指扔在地上 说我一直都捡他不要的破东西 还当成宝贝似的 我知道这戒指是你亲自挑选的 丢了多可惜啊 我就捡起来了 没想到他竟然说我 他又说你什么了 我说不出口 反正我听了之后心里特别难受 说吧琪琪 他到底说你什么了 林碧君他说我 下 下贱 还说我 亏我是个有名有姓的大家小姐 漂洋过海的 什么都没学会 就学会勾引人家未婚夫了 我只想默默地对你好 可没想到 林碧君他这么说我 我是不服气的 但是想到你 怕你为难 就只好忍下了 仲杰 对不起 今天是你的好日子 我不该说这些的 我 林碧君他肯定是讨厌死我了 戒指在他的手上 并不宽松的 他为了羞辱我 还是使劲把他拿下来了 七姐 你别急 我现在就给你许讨个公道 郑姐 你还是不要去了 万一碧君他误会我 说我挑拨离间 这样不是会造成更多的误会吗 七姐 你别管这些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谁都不许伤害你 即便是林碧君也不行 你在西餐厅等我 我现在就给你讨回公道 忠杰 你还是不要去了吧 来了 您好 请问是林小姐吗 您就是水仙说的大夫吧 正是 快请进 你请坐 好 林小姐 嗯 水仙姑娘说的模棱两可的 我也没听明白 你今天叫我来 是想让我开样东西是吗 对 是这个 是这个 这个是我从我家人的房间里面发现的 原本以为是脏灰 但后来沾水之后发现是血 但是一般血液凝结了 不都是红黑色吗 这个却是墨绿色的 我在想 这个到底是什么 是吗 这血里果然有毒 有毒 什么毒啊 这个 我还要带回去研究一下 不过既然是从房间里发现的 这血迹应该是吐血造成的 情况不乐观哪 大夫 我知道了 那您大概什么时候能告诉我的答案呢 如果快的话 明天 明天可以告诉你 行 事不宜迟 大夫 您快去帮我研究一下吧 林小姐 不要着急 明天我会尽快联系你的 谢谢您 我知道你给我买那个戒指破费了 你知道我现在也没什么积蓄 一共就这点钱 我都给你 先还你一部分吧 你除了钱和吃 你还知道些什么 你还有没有良心啊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这里除了你以外还有谁啊 你为什么要去侮辱琪琪啊 一说到董琪琪我就来气 你凭什么总是帮着她说话呀 好像什么事都怪我似的 我去年跟她见个面 她今年打个喷嚏 这都要赖在我头上是吗 真是不道黄河心不死啊你 还狡辩 好 那这枚戒指呢 你告诉我 这枚戒指怎么会在她手上 原来就是因为这个呀 就算这个戒指在董琪琪那儿 这个就算侮辱吗 我怎么侮辱她了我请问你 难道你认为 我拿着这个戒指 去董琪琪面前 过意炫耀了吗 李密军 你的底线都到四川盆地了吧 我今天晚上和局里的同事吃饭 奇迹也去 你给我当着面向奇迹道歉 我不去 我不道歉 凭什么让我道歉啊 我做错什么事情了 让我道歉 是她在你面前 说我什么坏话了吧 她说什么不重要 你说什么我很清楚 你别对我拉拉扯扯的 别对我拉拉扯扯的 我告诉你啊 去就去 谁怕谁啊 我今天 就要当着她的面问清楚了 到底怎么回事 干什么 我怕你逃 我要跟你一块去 真正不怕影子邪 就怕点被欲无赖 你这个无赖 前少爷好 前少爷好 喂 好吧 我给你个面子 你自己去跟她解释 我去一趟洗手间 是 林碧君 你怎么来了 那还不是拜你所赐 要不然 我怎么会来到这儿呢 喂 杜琪琪 你到底在前仲杰那里 说我什么坏话了呀 我可什么都没说过 还狡辩 那枚戒指明明是你自己要走的 你为什么要在她面前 血口喷人呢 再说了 你总是当着她的面对我好 背后又捅我一刀 你的手段可不可以有点心意呀 林小姐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戒指可是你让我交给仲杰的 现在怎么还到达一盘啊的呢 东七七 如果你再无理取闹的话 你别忘了 我可是知道你的手 所以如果你还这样子 我就把你手的事情告诉前仲杰 林小姐 看来你是不想查档案馆的事了 大头 你刚被放出来就跟我们打打杀杀的 够敬业啊 四哥 要不要现在杀下去 先不着急 待会儿等钱仲杰出来了 咱们再趁乱下手 钱仲杰 这一回 信仇就恨 咱们一起送 来 整个上海不下一百万人 想要查一个人的档案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说实话 我还真有点后悔接这个差事了 董琪琪如果不帮我 那娘的档案就无疾而终了 我还是不要惹怒董琪琪为好 琪琪 都恕我不好 我给你赔礼道歉啊 对不起 看来你还挺吃食物的嘛 那为了表示诚意 给我倒杯咖啡吧 好嘞 请喝咖啡 琪琪 琪琪没事吧 你手怎么样 你不想跟我倒咖啡就算了 为什么还要害我 我 你的手还好吧 朱琪 我已经尽力了 李毕军他 我的手 琪琪 明明是你自己 把手伸过来的好不好 你走开 琪琪 我送你去医院 来 走 怎么样 我没事的 琪琪 别着急 对不起 仲姐 让你扫兴了 琪琪 这怎么能怪你呢 要怪只能怪那个林毕军 你放心吧 我下次见到他 一定会好好教训他 我送你去医院 坏了 如果去医院检查的话 我的手一定会露下 不用了 仲姐 刚才那个咖啡 已经不是很烫了 而且还隔着一层手套 应该没事的 那不行 你的手受伤了 必须要去医院 真的不用了 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警察局的人 都等着你去招待呢 我都跟你说不行了 我一定要亲自送你去医院 这次邀请的都是我同事 改天再请也一样 没事的 走吧 来 好 四哥 为什么拦着我们呀 那女的是董高生的女儿 咱们不要惹她 就这么放过浅重劫 他们不是嚷嚷着 要去医院吗 咱们明天到医院 再下手也不迟 撤 师父 你等我一下啊 走吧 我们进去吧 别怕啊 正洁 我刚才那个包好像没拿 不知道是不是掉在车上了 应该在车里吧 没事 不是 我那个病历本还在包里呢 要不我去拿吧 我帮你去拿吧 小姐 请问你哪里不舒服啊 大夫 我想知道 怎么让我的手变残 把你的手变残 大夫给你开了什么药 几片香炎药 还有一些外敷的药膏 仲杰 大夫说只要我按时吃药 过两天就会好 你先回去吧 明天不是还要上班吗 好 那好吧 那我先回去了 嗯 我明天上班之前再来看你 嗯 好了 多盖一点 别着凉了 好的 休息吧 嗯 嗯 这么多水果 黄帽车 好 去医院 好嘞 你醒了 你怎么来了 我 老实说 自从昨晚的事情之后 我也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的瓜葛 可是 我娘的档案 不是还没有拿到吗 我不想半途而废 所以 我是特意来看你的 还给你带了水果 这样啊 不过这些水果 都不是我爱吃的 那你爱吃什么 海鲜 我最爱吃海鲜了 行 那我下次来看你的时候 就给你买海鲜 那你好好休息吧 我就先走了 答应我的事情 拜托你一定要做到 否则 半点半了 我要吃药了 麻烦你帮我去开水房 打杯热水吧 哦 嗯 嗯 好 能再吃烤水吗 不在这里 我可是你吃虽然 你吃虽然 伟爷 我们的首相人发现 钱仲杰去了人机医院 医院 他受伤了吗 还不清楚 我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董小姐 吃药吧 琪琪 林鄙君 你怎么来了 出去 干吗呀 我为什么不能来啊 这医院又不是你家开的 我想来就来 你管得着吗你 你说得真没错 人机医院我很早就买下来了 我现在医院主人的身份 命令你离开 我不 仲杰 毕竟是特意来看我的 你看 他还跟我喂药呢 听到了吗 怎么 是安眠药啊 你给我出来 钱仲杰 你放手 你以为也是医院老板了不起啊 你想害死琪琪吧 你知道这是什么药吗 安眠药啊 安眠药不就是平平安安 免除疾病 你以为我不识字吗 真是的 太看不起我了吧 你有没有点常识啊 这个安眠药吃多了 会死人的 你知不知道 你少来了吧你 你就是看不惯我 所以就想诬赖我 对吧 你 好 我不跟你说了 我带你去医生那边 问医生 我 我 我 行 我信还不行吗 真是的 不过这个药是董琪琪的 不是我的 我就负责倒了个水 至于其他的 我怎么知道 这药是董琪琪的 你觉得我会信吗 安眠药什么地方来的 你自己最清楚 我告诉你我现在是 希望你赶紧走 像明依一样滚得远远的 我说清楚了我在滚 我告诉你 这药吧 我 我就是不知道 他从哪儿来的 再说吧 你啊 你分明就是 平时挺明白的一个人 一遇到女人问题的时候 完全就成了昏厥 你 怎么了 你干什么 神经病啊 你放开我 钱重夕你有病吧你 你快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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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神经病啊 我的腰啊 买报了 卖报了 特大消息 特大消息 青年商会会长人浩鸣 爱上了尤正小姐 卖报了 先生买报吗 你买吧 你买吧先生 先生 还给你 什么人啊 看报不买报 卖报了 卖报了 姐姐 正洁 这水果也是林毕军送的吗 嗯 他还说要光美海鲜吃呢 他应该还没走远 我现在出去还给他 就是这儿了 四哥 我已经打听过了 那个董琪琪 就住在这家医院 只要有他在 那个钱重劫一定会来 不是 四哥 好 钱重劫 上 剑中姐 你死吧 快起 撤 走 走 鬼妻 你为什么要救我 钱仲杰你想多了 我折天惠根嬴氏 向来有不共戴天之仇 我鬼妻行走江湖 并不是见死不救之人 我上次在林府门口背袭 也是你救的 不是 我跟你非亲非故的 为什么要救你 你胳膊受伤了 我送你去医院 钱仲杰 你是官 我是匪 你这么做 就不怕别人说 你官匪勾结吗 把我沮丧在昨天 让自己好一点 醒来后却才发现 你褪色的照片 孤独是一种考验 失去你那一天 就像失去整个世界 一瞬间就毁灭 一生最爱的人 再给我一个吻 不要留下我一个人 几年曾经我们失去的青春 一生最爱的人 存在我的体温 存在我的体温 只怪爱你爱得太深 让我们失去的青春 让我满身伤痕 使我太见证 世界太灿烂 回忆太冰冷 留下我一个人 等待着永恒 一生最爱的人 再给我一个吻 不要留下我一个人 纪念自己 我们失去的青春 一生最爱的人 存在我的体温 只怪爱你爱得太深 让我们身上 还是我太天真 时间太残忍 回忆太冰冷 留下我一个人 等待着永恒 我一个人 能排着永恒 母亲爱不疑 永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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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